前民黨主席施命德他是質疑是說 當年美島事件辯護歷史誰不是特務 那可是蘇肥馬上就反擊說 我一生坦蕩備受檢驗 但是施命德的太太卻也回應是說 備受檢驗他不清楚 但是蘇貞昌一路走來 真的也是備受政治犯提拔 請問一下吳董 他說這句話是有在暗示什麼內容嗎 我覺得施太太就是暗示 我所知道當年的歷史確實是 蘇貞昌在屏東敗選現場之後 沒有地方可去 當時施命德主席邀請他來擔任 民進黨的藝術長 是一個很高的殊榮 也是因為有這個機會之後 他成功的轉換了他的跑道 到了新北市當立委 接著就參選現場 一路順關運亨通一路順遂 所以我覺得這個蘇院長 今天在談這段往事的時候 應該也要經常想到這個 這個施命德主席 對他確實有過的 提拔之恩 我想這也是施太太主要想要 主要想 提醒這個蘇院長的地方 請問他是有在 就是說 認為說 其實當時的這個 蘇貞昌有可能會是特務的部分嗎 他有在暗示嗎 因為他當時提到的說 這個律師團很多人 都是陌生人 主要是在這裡 那律師團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特務 目前他點名的 具體點名的特務 是講的是 謝長廷前院長 謝長廷先生是特務了 那這個事情已經 紛紛擾擾的十幾年 十九了 那最近這個 當然也有這個 管碧林委員 出來幫這個 謝長廷先生辯護了 可是以當時的這個 白色恐怖的時空環境裡面 總共有15個律師 我個人也相信 國民黨的這個 這個綿密的布局 跟當時的政治的氣氛 我比較相信這個 順民者主席的說法 確實應該有派特務進來 那因為國民黨一定要 充分掌握當時的情況 然後第二點來講的話 就是在當時的 這個整個律師團 從來沒有集中在一起 召開過一次會議 因為他們的團體的訴訟策略 在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同案來之間 要有一個橫向的協調 應該是很重要 但從來沒有開過類似的 所謂的律師團的會議 然後第三個 他們也之後的歷史也提到 他們說這個律師 是屬於這種 免費議務律師 那其實每一個律師都有拿錢 好像除了呂秀蓮 這個呂秀蓮副總統的哥哥 擔任律師可能沒有收費 那是他親哥哥 對不對 都有拿錢 所以有些跟事實 確實不太相符合的地方 但是是不是有特務 在那個時代 很難相信沒有特務這件事情 換言之講 沒有特務才是奇怪 有特務才是正常的事情 謝謝